四川卤味别具特色 但是大麻大辣 让许多台湾民众望而心恨 不过这个原本做西点的老板娘 却从甜点跟卤味当中 找到了共通点 像是卤味里必备的豆蔻 就是棒蛋糕里面的重要香料 于是它调清了口味 用温柔的麻辣滋味 卤或想吃辣又怕太辣的台湾老陶 要投两个 要自食之 平凡街头看似寻常的麻辣滋味 滋味却格外不寻常 它算是就是微辣 然后微麻 可是它这个就是非常耍水 会让你一口接一口 你说看电视你想吃一点 可就会忍不住全部都吃光 麻辣锅的大概差不多小辣 大概小麻儿 它变成我真的是 最少两三天一定要那麻一次 不然我完全睡不着 越是小小麻 小小辣 越是勾的台客 念念不忘 非常台式的麻辣滋味 来自怕麻怕辣的老板娘 我其实是有点抗拒麻的 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太辣了 很可怕 辣到不舒服 辣到胸口 胸口整个一把火这样 四川一定要这么辣吗 可是听说好像就是真的这么辣 吃完一阵子之后又有点想念那个味道 很奇怪的吸引力 许方林跟多数台湾老陶一样 吃不了太麻太辣却又深深着迷川炉的香料气息 为了拆解香气的秘密 向重庆的朋友拜师学艺 是有热情 因为我还蛮喜欢新的东西 只要我没有看过的菜式我就会想要学 然后比如说意大利面 我会从做面条开始 然后面包 蛋糕这些的 就是我都很认真去做这些事情 川炉这一块对我来说是新的 而且是一个新事件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它有很多种香料 对香料格外有感 因为它最擅长的一式点心布丁蛋糕里 经常用上 做川炉的时候再一次巧遇 许方林非常惊喜 香料都过它就是用在蛋糕上 用在那种放蛋糕之类的 它在四川的香料里面我也觉得很惊讶 就很相似的东西 就遇到你了 甜点跟卤味的连结很有趣 别人说那个香料 认识香料很难 然后可是当我再接触到这个 其实是我之前就有接触过 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 许方林一会在进川路的世界 老公也非常鼓励他跨界 因为在他心中老婆无所谓 老公会做一些 年轻里有做一些那个糯米串 只是口头讲而已 然后我老婆就有把办法变出来 甚至味道还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讶 我只是用嘴巴讲而已你就会 就是煮东西这么好吃 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只是 你现在没有一个舞台而已哦 不止口头支持 胡山圈也陪着老婆进厨房 这才发现不止香料是学问 准备食材也不简单 像是鸭爪 每一只都张牙舞爪凶巴巴 他的指甲比我的 比的 剪起来比我的复杂多了 我自己剪一个指甲 可能一只手可能也没有那么久时间 所以有一点技巧 不是随便乱剪的 我是完全整个指甲是剪掉 一个45度角这样子 然后剪下去的时候 还要往上面 稍微往上翘一点 不然它就会有一半的指甲在外面 就等于也有剪跟没剪一样 一边忙着剪去胸狠锐气 另一头帮着丫头除毛 心情也越粗越毛躁 两人经常为此相互吐槽 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们竟然选了一个最繁锁的 对 当初为什么做 最繁锁的工作 我们两个还相似一下 就拔到一半 这个丫头 不是简单的人物 一个丫头你要拔 五片的拔毛 太琐碎了 为什么 这也错行没有啦 就有点感慨说 这真的很繁琐 口头上开玩笑抱怨 首领继续挑战丧料的极限 徐芳玲借用了西点的手法 让丫头的气息更清新 像布丁 布丁它其实不加香草籽 你会觉得好吃 可是加香草籽 它有不同的风味 而且更香醇 放在丫头上 它就会更有味道 它会麻麻香香的 然后会有不同的惊喜 小小的动作说来简单 但要开头颅塞花椒粒 很需要手巧心细 初期经常NG脑洞大开 你又不能全开你知道吗 开太大洞 它那个青花椒会掉出来 所以你只能开那一小小 然后把它塞进去 只能一塞就没有诀窍 很重要啊 这就是代表我们店的风格 它就是好吃的 一吃就是惊艳的 徐芳玲挑的食材 也很有台客风格 古早味小面摊的小菜 一样一样纳进来 海带就是我们吃米粉汤 或是去面店的时候 会有什么海带豆干 米雪 百叶 这都是最基本的啊 因为我们是在台湾的啊 需要去改变一些 迎合台湾的口味 在台南有那个黑白切 有没有 什么猪皮啊 猪内脏啊 都是家常食材 却不是洗一洗这么简单 QQ的猪皮 许方黎毛起来刮油去汁 一层一层的销到底 只许留下表皮胶脂 这是就QQ的 如果要吃肥油 你就吃五花肉 或是那个山斩那一种的就好 为什么要吃猪皮 猪皮就是要吃胶子 不是要吃油啊 所以一定要把它片干净啊 花点时间是值得的 我没有规茫 这做对的事情 这不是规茫 从食材到香料 都依着自己的口味喜好 辣椒 花椒用量非常熟练 味麻 味辣之中 经常能吃出食材原本的味道 正好对上台客的最大功约束 经常就是门还没开 他就来敲门 东西好了吗 可以摆了吗 有人告诉我们说 我们东西很好吃啊 很好吃这样 我就觉得好棒 觉得很开心 那个猪皮再怎么难缠都可以了 从英式甜点到四川卤味 台客伴娘麻辣跨界却不火爆 以属于自己的温柔滋味 闯荡川卤的新世界 新闻追求真实 说好的不缺点呢 小小的人为是不是就发生 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我们怎样 快筛事迹就是买不到 黑暗期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演员也太错了 台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地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